这起事件发生在韩国全罗北道府安郡附近海域 韩国只十多名中国船员在盘查过程中 以小刀及玻璃瓶激烈抵抗 韩国海警连开好几枪警告 导致45岁的中国船长腹部中枪送院后不治 海警在这起事件中受轻伤 现在情况还不是很清楚 但现在知道的就是我们这个船长 已经被子弹击中了 已经抢救无效 已经生完了 中国外交部对韩国暴力执法表达强烈不满 要求韩方彻查事件 并向中方提交调查结果 韩国外交部也对死者家属表示遗憾 同时承诺将采取适当措施处理这件事